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应许的要素 旧约和新约是不一样的 旧约的应许是什么 是地上的地土和今生的福祉 而新约的应许是天国 是永生 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前面讲过 现在这里再概括一下 在旧约中 神对以色列的应许是土地 流奶与蜜的迦南地 从亚伯拉罕的承受到摩西的追求 从约书亚的进入到大魏的强盛 从几千年的流离到1948年以色列国的复国 一路下来 直到今天 犹太人的心一直是细于土地 这是一目了然的 摩西叫以色列人恪守律法 旅行旧约 动力跟目标也是进迦南地 所以你阅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你能感觉摩西叫人们的心 不是细于天上 而是细于地上 不是细于永生的盼望 而是细于金生的福祉 更要命的是 他们用来交换金生地上福祉的唯一筹码 就是他们永远也拿不出来的完美行为 于是我们看到慈爱的耶和华 也不得不常常板起面孔 怒家责备 严家惩罚 以至于没有人敢喊他一声阿爸父 于是我们也看到 旧约里说到死后 只有阴间没有天国 没有复活 没有永生 正如雅阁所说 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归列祖去了 这句话说得很动情啊 新约的应许色大大不同 耶稣带来的是天国的福音 是永生的盼望 他和我们一起呼叫阿爸父 他将我们的视野从地上引向了天上 从人间引向了天国 从今生引向了永生 不仅如此 耶稣还将我们的珠穆点 从自己的好引向了神的好 从自己的能引向了神的能 从自己的心引向了神的心 所以我们就看到 从旧约到新约 从一个小小的民族的封闭的宗教里 诞生了普及天下 传遍地球的信仰 就是耶稣带来的 下一个要素是果实的要素 是生命的果实 还是道德的果实 一切的宗教都给人一种假象 似乎上帝的心意 就是劝人为善 就是提升道德 就是叫人变得好一些 借着耶稣我们知道 上帝的目标不是完善人 而是破碎人 这个差别很大 不是在你旧有的基础上 给你加加工 完善完善 上帝来说去你的 换个新的 叫重生嘛 是吧 这个意思 就是一过都变成新的了 所以说不是完善人 而是破碎人 上帝的目标 不是叫人逐步地完善自己 而是叫人彻底否定自己 不是提升人的道德 而是叫人换一个生命 打个比方 上帝不是修补一个漏水的罐子 叫他不再漏水 他是要打碎这个罐子 叫人再也无法用它 好到上帝这个活水的源泉 来取水喝 我们人的想法就是说 把你修修补补再用几年 上帝说打碎你 让你再也没法用了 让你知道你是个废物 彻底败坏 完全败坏 这一点是对的 加尔文一开始就讲 人如果不意识到自己是完全败坏 就不可能有得救的希望 各种宗教 包括犹太教 不管起初的动机是什么 最后在信徒心里留下的落印 就是道德完善 所有的宗教 说劝人为善 劝人为善没什么不好 是好事 但是人是靠劝是劝不善的 这个很要命 这保罗说的真是好那句话 励志行善由得我 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说佩服佩服佩服 古今中外呢 人生或者社会都告诉我们 道德主义并不能带来道德 你不要以为讲得好听 讲得好听 讲得好听 你要怎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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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是的 我要怎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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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不能怎么着 不能怎么着 不能怎么着 因为人没有办法改变自己 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 是一对双胞胎 他们穿戴的衣裳 都是用行为缝制的 他们都是抓着自己的头发 要离开地面 他们都是想在吉利中摘乌花果 因为生命没有改变 树没有改变 你怎么能改变果子呢 耶稣带来了生命树 耶稣不是不重视道德行为 他要求门徒结好果子 他说不然的话就砍下来烧掉 他很重视这个东西的 耶稣知道 只有好树才会结好果子 因为他是抓根本的 他不是光强调 你结好果子 结好果子 他说你要结到我这个好树上来 所以呢 虽然耶稣很重视人的道德 但是他苦口婆心强调的 从来都不是道德努力 而是生命的连结 信靠他 吃喝他 到他这里来 住在他里面 侄子结在葡萄树上 合而为一 他甚至说这样的话 指着玛利亚说 人生不可少的事 只有这一件 就是跟他连结 其实你连上他以后 就什么都有了 接下来地位的要素 在新约跟旧约里 我们是有不同的地位 在新约里呢 我们是神的儿女 在旧约里边 人是双重奴仆啊 为什么说双重奴仆呢 一方面 圣经上说 所有犯罪的 就是罪的奴仆 另一方面 所有靠行律法救自己的 又成了律法的奴仆 你看 两个奴仆 那么在新约下 不一样了 新约下呢 罪人被恩典释放 成为神的儿女 保罗将这一点 说得很清楚 他说 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 直圈道 那讲来的真道 显明出来 极致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 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既为儿子 神就差他儿子的灵 进入我们的心 呼叫阿爸父 从此以后 我们不是奴仆 乃是儿子了 接着他又讲 凡是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我们所受的 不是奴仆的心 仍旧害怕 乃是儿子的心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保罗这段话 就把旧约的奴仆的地位 给否定掉 告诉我们 我们是在新约里做儿女 这个地位的转换 已经很明确了 地位的转换 是因着实质的转换 内容的转换 就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 人在律法之下 必定是奴仆 这是肯定的 人在恩典之下 就肯定不再是奴仆 因为恩典 之为恩典 就是不让你的行为 作为条件 作为前提 因为按行为 我们都该死 那么约翰福音 人一开始就明确宣告 凡接待耶稣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给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我们前天也在这讨论过 为什么一开始说 耶稣是独生子 后来好家伙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了 那耶稣还是不是独生子 保罗这句话 就说得很清楚了 开始的时候 就是独生儿子 生在律法之下 要把我们赎出来 叫我们也得着儿子的名分 怎么得着儿子的名分呢 你注意啊 神差他儿子的灵 进入我们的心 我们因此也跟着叫阿巴夫 好 这是刚才讲的 这个地位的要素 从奴仆变为儿子 好 结局的要素 是笃定还是未知 如果是在旧约之下 你就是未知 如果你在新约之下 你就是笃定 对于我们未来的结局 认识新约与旧约的不同 之所以重要 换句话说 认识耶稣和摩西的不同 之所以重要 或者说活在耶稣里 之所以非常重要 就在于结局的无比重要 我们以上谈了几个要素 中宝的不同 建旅的不同 目标的不同 根基的不同 应许 果实 境界和地位的不同 我们都谈了 但是所有这些不同 最后都导致一个结局的不同 保罗明明白白的说出了这种不同 他对站在旧约中的人 保罗说 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 是与基督割绝 从恩典中坠落了 他对站在新约中的人说 我们靠着圣灵 凭着信心 等候所盼望的义 你看 非常明确 对站在旧约中的人 保罗说 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阴行律法 能在神面前称义 对站在新约中的人 保罗说 如今神的义 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 就是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 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你看 凡是站在旧约中的人 保罗都说不确定 而对新约中的人 保罗说你是确定的 你已经得着 就是神的义 信神的人呢 都很在意神的审判 其实审判 不仅仅是未来的末日审判 也包括当下的审判 就是你可能因犯罪 引起来的心理不安 控告 没有信心 刚才我用的那个词叫 不笃定 就是你没法笃定 你自己已经得救了 这是个最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让人得犹豫症 比那个不信的人还厉害 因为你不信的人 他没有这个被神责备的感觉 这个信的人 被神责备的感觉 哦 那个东西 你得罪了神 你还向谁祷告 连孔子都说 获罪于天 无所导也 那个不认天的人 他永远不会获罪于天 因为他根本不认天 就是我们这些认神 信神的人 我们才会有得罪神的感觉 不管是对末日审判 还是对当下审判 我们都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站在哪里 我们是站在新约里 还是站在旧约里 我们就是我们了 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努力的行善 我们努力行出好行为来 但是我们还是不行 这个事情已经是定了的 那我们是站在哪里 来看这个问题 是站在新约里 还是站在旧约里 你是在耶稣里 还是在摩西里 你是在恩典里 还是在律法里 你是仰仗神的怜悯 还是仰仗自己的行为 你的果子 不错 讲到果子 不管在新约 还是在旧约里 神都要看我们的果子 这一点是肯定了 旧约讲果子 讲这个遵守律法的行为 新约也讲 耶稣也讲 特别是讲到 你们的义 若不胜过法利塞人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 还有讲到末日审判的时候 要按你们的行为 审判你们 这个讲了很多 旧约新约 都讲果子 讲行为 但是呢 是生命的流露呢 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你身上流露的果子呢 还是你自己守律法的 努力的行为 这两个是很不同的 后者 是伪善 一定的 因为你没有生命 你是为了跟神交换 为了逃避审判 去行善 我就觉得有点像圣诞树 一棵假圣诞树上挂的那些装饰品 那不是真的果子 那不是真的果子 真的果子一定是生命的流露 是出于爱 就像我们谈到的密室 那个case 如果那个主人 他没有说谎 遵守了实戒 这是不是会得到神的奖赏 no 因为他遵守实戒的目的 纯粹是为了自己不受审判 而那个说假话的人 虽然没有遵守实戒 但是他就是发自内心的爱 生命的流露 宁肯我死 宁肯我下地狱 宁肯我受惩罚 宁肯我触犯实戒 对这种人上帝说 你不用下地狱 那个想说实话的人 想出卖那个犹太人的人 他跟神说 我要遵守你的律法 神说你这恶人 耶稣说你这恶人 离开我去吧 耶稣本人就是这么行的嘛 耶稣本人这个 安息日不就是这样吗 明明的他触犯了安息日 但是他却心里非常清楚 他是合神心意的 圣灵在你身上流出来的 是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等等九个果子 守律法呢 守实戒是什么呢 守安息日 不忘称耶和华的名 不杀人 不奸淫 不偷窃 不骗人 你比比这两个 一个是生命的流露 圣灵的果子 一个是守律法的 那个不不不不不 那前面是要要要要要 你这两个之间 差距有多大吗 一个是最基本的 比方说不杀人 不杀人跟爱人之间的 空档有多大 你们知道 十万八千里 我不杀你 我起码还可以恨你 我不恨你 起码我可以不爱你 但是圣灵的果子 就是要仁爱 让你去爱这个人 不是不杀人 是爱人 如果你一直活在旧约里 最终只能按律法审判你 如果你一直活在新约里 最终自然是恩典拥抱你 人很容易把事情想得复杂 而宗教呢 就故意把事情搞得复杂 实际上的结局很简单 就是那句话 信他的不被定罪 不信的罪已经定了 为什么 因为原本就在罪里 就这么简单 我跟大家讲一个 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但是现在意识到了的问题 在我们的教导当中 很多是不确定的 这种不确定性 导致我们的信心 像海中的波浪 就像雅各说的 海中的波浪翻腾不定 信心如果不坚定的话 什么力量都谈不上 有一点我是坚信不疑 就是有些事情 当我想不清的时候 当事情比较复杂的时候 我就把它归到耶稣这里来 我就相信耶稣说的都是对的 耶稣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信 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耶稣说信他的 不知灭亡反得永生 信他的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你问将来说 审判怎么审判 就这么审判 我们的任务就是 把他讲行为的话 跟他讲信心的话 怎么连到一起来 耶稣讲了两句话 这两句话 是从两个角度讲的 看起来是矛盾的 不一致的 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信念 他一定是一致的 那你就去找出一致了 那很简单嘛 有信心就有好行为 所以耶稣说那话 说的这样 你们靠着我 凡事都能 而且你们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你们离了我 什么都不能做 所以我们有时候 得不着的东西 我们要考察 是不是我们 还没有信是得着的 天父啊 你是何等伟大 何等深奥 何等奇妙 但是你又是何等简单 因为你道成肉身 来到了我们中间 把一个生命 摆在我们面前 让我们成为他的支子 连在他的生命当中 主啊 这就是我们的命定 这就是你赐给我们的福音 让我们借着你的儿子 你道成肉身 你不是道成理论 不是道成教义 不是道成组织 你是道成了一个人的生命 让我们可吃可摸 可看可听 可效法可遵从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求你就在我们的心中扎根 简简单单 像阳光普照一样 驱散一切的阴霾 主啊 谢谢你 让我们能够认识你 而且能够直接的认识你 直接的来到你的面前 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引导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复杂的事情当中 回归你的简单 像婴孩一样 因为你说这些事 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 像婴孩反而显出来 让我们都成为你怀中的婴孩 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 奉你自己宝贵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